美國和南韓正在舉行年度春季軍事演習 由於相關疫情關係,演習規模比平時少 即使如此,北韓仍可能會作出憤怒反應 美國和南韓規模縮減的春季軍演已戰害 但它看上來並不像過去享祝野外的軍事操演 而更像是用電腦模擬的演習 美國官員堅稱軍事準備不會受影響 諸韓美軍司令羅伯特·艾布拉姆斯上將說 請放心,他們並未對北韓議題放鬆 諸韓美軍司令陸軍上將艾布拉姆星期四 在一次演習中掩體內向美國國會發表談話 而掩體的具體位置並未有揭露 艾布拉姆斯表示 首先,他是好自豪地說他們聯合軍事能力展現的是可靠 並且能隨時執行他們威懾以及戰鬥任務 在新冠疫情之前,美韓就已舉行過規模較少的軍事演習 目的就是緩和和北韓高層對話期間的緊張局勢 不過,兩韓分析師金道賢表示 美國可能需要儘快擴大軍演 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助理研究員金道賢表示 這些防禦性演習只在保護南韓以及居住在南韓的美國人 避免遭受潛在北韓的襲擊 如果不持續操作演練 這樣軍事準備將不可避免地受到侵蝕 這就是大家所關切的 以上 我們要推出了 我們要推出了